今天我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幫一座商業的大廈進行玻璃幕牆檢測 而我們會利用航拍機行一個自動檢測的流程 然後將收集到的數據交給電腦去進行人工智能的分析 一般的商業大廈主要用玻璃幕牆來做主要的建築材料 他們往往就很容易受到漏水或者是一些膠邊老化的問題所困擾 而傳統的大廈可能是一些混凝土的結構 可能比較常見的問題就會有一些建築物外場的裂痕 或者是一些建築物料的剝落 而我們今次的項目最主要就是希望幫他們的玻璃幕牆 特別是他們的膠邊部位去進行一些檢測 希望找到潛藏的一些漏水問題 和找到它漏水的源頭 舊式的檢測方式往往都要檢測員在高空或者酷熱情況下 長途拔涉地工作 用航拍機做工具再借用人工智能的幫助 就大大減低這方面的工業風險 傳統的檢測方法大多數都是用吊船 或者是用搭棚的形式去進行 一些再傳統的做法是在對面的大廈用望遠鏡 去進行一些肉眼的檢測 這種做法往往就很浪費時間 和成果很高的 而且出來的檢測成果都未必是那麼好 利用航拍機去進行外場檢測 需要的時間比較短 而一棟30層的大廈為例 大概只需要一天就可以完成 先由一個程式度去編寫它的飛行路徑 然後多數就是由上至下 建築物的頂部慢慢向下去進行檢測 確保大廈的每一寸外場都是覆蓋得到 但在香港這麼密集的城市 利用無人機在香港檢測都有一些限制 使用無人機進行檢測過程當中 其實最大的考慮就是它的飛行安全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在進行飛行任務的時候 我們會用不同的安全措施去確保整個飛行的安全 譬如說我們會採用一些適用於無人機的降落散系統 又或者是一些落船長的保護罩 甚至乎我們有機會可以在天台放一些導線 落到地下 然後確保無人機只會在那條導線上下運行 這些不同的措施都能夠提高到飛行的安全性 我們進行外場檢測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利用可視光鏡頭 配搭一個熱紅外鏡頭去進行檢測 如果有滲水的情況的話 有機會可以由熱紅外那邊 找到它有一些特別可疑的地方 譬如說它溫度會比周遭的地方比較冷 顯示那個位有機會有滲水問題出現 拿到片之後放入技術平台裡面 人工智能算法就會開始運行 並且自動生成報告 將片段變成一整棟大樓的直立圖 也都會標記一些有問題的地方 客人就可以看到每一層那裡有什麼痕跡 他們也可以在一個放大了的頭裡 找到那個痕跡其實是什麼問題 例如找到生鏽或水管裂了的情況出現 綠色的框主要是找到生鏽的水管 而紅色的框就是找到裂了的水管 公司的創辦人一開始是從事利用無人機 人工智能或者立體塑膘進行飛機檢測的技術 但他鑽而留意到香港甚至全球 都有龐大的市場需求 摩天大樓在香港這個市場 是佔全球的十分之一的 是很誇張的 有五千棟有五百棟在香港 他們除了大廈外場的分析 內裡的冷氣和通風系統、消防系統、供水和排水系統 以及機電及供電系統 俗稱風火水電都一手包辦 傳統是很人手或者很延遲的 我們知道現時發生的情況都是很reactive 當發生了問題有事了 我們才去處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但現在我們做這個solution 就是一個predictive solution 是可以有預警性的 預判的 初創公司在剛剛成立的時候 特別在傳統行業 大家對於用新方法解決舊問題 都會有一定的疑問 經歷這四年 其實當中很多 有高有低 可行不可行 大家不同試很多不同的方案 重點我想怎樣去尋求一個出路 其實都是我們要跟業界很緊密的溝通 將我們的方案去推遲給他們 跟他們試 就是很多的測試 然後他們就看到效果成效出來 是不是他們符合他們預期的範圍之內 近期業界間的熱話 就莫過於根據民航條例制定的 小型無人機令 條例期望為小型無人機 制定統一培訓和考核標準 首個相關的認證課程都已經推出 市場聲音不一 這間公司的創辦人就認為 在商業方面的應用會更加成熟 因為是有個專業制度出來 令到有專業資格的人可以更加發揮 現在其實就難些 其實不是沒有規管也是有規管 但每次都要審批 舉例 你現在駕駛車就要去運輸署申請牌 在住宅和雙下之外 同樣的技術也有用於大型基建 例如大橋和隧道等等 他們正向建構建築大陸的方向前進 建築可以做到實時自我判斷 或透過定期比對數據 做到危機預報